顺序是这样的 也是根据他们上一轮的成绩 根据那个成绩来选择自己的出场顺序 所以自己选出场顺序的时候 作为开场的演员 我都是非常敬佩的 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开场难演 尤其他这一季呢又很不顺利 经常被淘汰 但是收获了爱情 对 为什么就是说才艺吗 往下走 就是因为爱情 那么就让我们欢迎 两届亚军收获了爱情的王建国 我从小就觉得 等我长大以后 虚拟的世界里的静香 会化作一个真实的人类 在现实世界里我相遇 我一直好奇 静香会化成什么样子 我万万没想到是雪芹 咋的 笑声 这个是建国老师第一次 在节目中有CP线 是 我干梦圈了 其实我也不太懂 我感觉那大伙爱听 那我就说呗 我们是喜悦人吗 就娱乐吗 这还有一点不叫热烦 你找从自己身上找乐的吗 对 从你自己身上找乐的了吗 你不都跟我那找的吗 那没有我也 你那脸乐不起来吗 也对 那么这条线有可能变成真的吗 那谁到了 那谁到了 我前三场这个表现是 都不好 各有各都不好 这回一直跟朋友聊了很多 就想想吧 怎么能把状态调得轻松 这次我就是先把那些 想表达的东西放一放 尽可能让观众笑起来 王建国就是他这一集最好的告知 气非常顺 劲非常大 我觉得王建国应该是冠军 我觉得他终于醒过来了那种感觉 第一季的时候 我实际上就没怎么重视比赛 也没把它当个比赛 第二季呢 就是我就知道这个节目形式是比赛 这个咱们是为了让节目更好看 才必须要比赛一下 这一季是真的 完全地陷进了这个游戏规则里 不能自拔 这次咱们追求和聊天都演出 好不好 加油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终于到了总决赛了朋友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谢谢 也非常感谢这个沈腾老师和罗老师 这个精彩的这个开场 真魂这么逗死我了 带玩的 这才有总决赛的样子嘛 你看这观众都这么好 嘉宾 阵容强大 就是我们这集的 就是这个主题名字起得也非常好 叫这个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深刻的道理朋友们 这是这个在操场上跑圈的基本知识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你容易跑丢 真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总跑圈 因为我从小我就生了啥嘛 我从小就胖 我饭量又大 我那个饭量可以说是就是 就是一人吃饱 全家挨饿 然后我这 我上大学就实在想瘦下去 我就跑圈 一天跑十圈 年轻人新陈代谢就非常快 我一个月瘦了三十来斤 我减完肥之后 真的整个人就龙光焕发 就平时一看这小伙 一米八七大高个儿 又高又帅又幽默 他就同学看了也高兴 老师看了我也喜欢 平时脾气再横的老师 那看着我这张脸 他都横不起来 哥们当时那个长相 那就是老师的诗字 去掉上面那一横 那就一个帅 就多少人曾惦记我年轻时的容颜 那个时候看我一眼就把持不住的 不光只有黎雪芹 我就猜到我一提黎雪芹 你们就高兴 我先说说我长得帅的事 就因为我确实也没帅几天 后来很快我就胖回去了 因为我就胡吃海喝 我就觉得减肥这么容易 就以后再减呗 然后去年我就终于又想瘦下来 我就重新开始跑步 就没把我累死 我就咬着牙子也街上跑 我不是跟你们处理 那真是整条街最慢的仔 就周围的人还看着说 这个仔怎么这么慢 它会不会是超仔 后来我就放弃跑步了 我就心态崩了 就每当我心态崩溃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我的一个好大哥 就是老成 老成就是成鹿 我成哥 我成哥 这是我遇到过的心态最好的人 就我俩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的老成 还不是现在的老成 而是那个少年老成 老成就很少心态崩溃 工作压力再大 他都一笑一笑就能扛过去 所以我这么多年 我就一直想学他 后来我发现就是也不能全学 你就别学到最后是吧 人格是挺完整的 家庭破碎了 这个段子我还给成鹿讲过 成鹿听完就特喜欢 跟我说 建国你在舞台上讲这个 我就弄死你 你看这就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老成变坏了 其实大家也能听出来 就是我讲成鹿的这个段落 就是为了说刚才那个谐音梗 就硬加的 就整个这个段落就格格不入 你发现吗 就放不住 收不住 可是都总决赛了 就让我玩一把嘛 对不对 你就是你不理解我 爱说鹿鹿我还不理解你们 爱听吵费屁呢 这是我给大家看都开心了 是是 就这个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东西 我理解不了 我对这个时代的感觉 就跟我跑步一样 就是以前能跟得上节奏 现在不知道为啥忽然跟不上来 我也试图跟上节奏 我真的 你比如说比赛之前 我就找到雪芹 我说帖子呀 我说你看这样 商量一下的 就咱们演出每篇搞的 是不是大概就是1200字 对不对 1200字 要不总决赛 就不写别的了 就你写500遍王建国 我写500遍离就写 大伙就好像挺爱挺的 对不对 雪芹听完就很开心的 说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人算容易算错呀 三成500是1200吗 今天总决赛 嘉宾阵容有点过于强大了 好几个喜剧大师 就能跟他们一起出现 真的是我的荣幸 就这段话 我本来就想放在开篇就说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不能一上来 就骗你们 可是那个意思 就是是真的很荣幸 因为我知道就艺术搞得好 又没把自己饿死 这是非常厉害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 那搞艺术就得穷 穷才厉害 我第一次租那房子 一个月就是600块钱 下雨漏雨 刮风漏风 我朋友来我家做客 待会儿他都傻了 就说你家连个空调都没有 为什么有风 我还自豪呢 我说这可不是一般的风 这是我的两袖清风 但是我现在我已经住不回600块钱的房子了 而且我的意图也没搞好 我这就属于跑着跑着 就忘了起点和终点 跑就只是因为不敢停 可是朋友们 就直到我现在 我还认为 就是在脱口秀这个行业 属于我的时代 还没有过去 因为首先他就没有来 就一个东西 他不想过去 他至少就先来 对不对 你看我 我连个时代都没有 当着这么多前辈老师 我还是敢这么横 他们最多就是淘汰 时代已经把我淘汰了 对不对 不差你们几个真的 就各位老师 一会儿你实在不行 你们就把我去掉 就是老师的时代 去掉我这一横 你们就是帅 谢谢大家 他现在应该做什么 对 谢谢王建国 喜欢王建国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二一 请锁票 哎呀掌声再次去 王建国不行啊 不爱了王建国 很精彩啊 大疯了 尤其说自个帅那一段 这么多年皮肤保养 保养这么厚啊 包姜了 对 厉害厉害厉害 真棒 谢谢哥 有一个玩王者荣耀的 也叫老帅 也特别厉害 帮我特性 是吧 对对对 也包姜了是吧 也是雪芹盘的吗 这喜剧前辈没有包袱就不说话 可以可以 哎呦 这恋爱中的男人就是不一样 就我觉得这上来这个两袖清风就很不一样 而且真的一定要说谐音梗 这太过瘾了 我就这一季 我都没啥敢说 我就后来我就 啊不 我是今天整个感觉就是颜值啊 就发型啊 身材就都不一样 发型你也好意思评判 而且表演感特别 表演感特别好 是是是 我从来没有见到建国在台上表演感那么强的 这么自如啊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赛出风格的感觉 是是是 特别特别放松 真的棒 是是 太棒了 谢谢你 你有多惯了 你 你有多惯 郭仔自己感觉今天放松吗 感觉就是生命燃尽在此刻 就活这一天了啊 就你们没看 就是我连续三场眼都可差了 完了我就今天上台我就嘚瑟了 我就就硬我就 我就再再没点掌声 笑声啥真活不下去 对 已经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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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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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吃不了了 这就吃不了了 你再来个灯都没有 我没有 为啥你咋混的 我被剥夺了这个 我被剥夺了 一直被你们晾着呢 剥夺了 郭老师好像是在那个 一个巨大的谐音梗的时候拍的灯 我确实从来没有见过 见过这么亢奋 因为它风格一直都是很上的嘛 大家都知道 所以可能就像徐老师说的 应该是爱情的力量吧 这场特牛 谢谢 谢谢 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呀 等您恢复好了 您只要一直生 对不对 你们 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呀 你们 我说走个行事吧 然后就把这个群建了 然后这个建国是下午四点才回复我的 说刚睡醒 对 跟谁啊 可以 我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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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岂 nieuwe 我 versus 我 跟自己备战的梦想 replace me 跟信念 因为写稿写得太晚了 写到凌晨七点钟 服了服了服 对不对 So true So true 对啊 我妈呀 好 那这样 我们为了保留悬念 所有演员的票数 我们到最后一起公布 到时候也是加上 几位领校员的选择之后 一起公布 所以暂不公布 那请国仔在六强席 稍事休息 好 谢谢 厉害 开场开得非常好 这个可以说是乍翻全场 也是我看到王建国 就这两季最好的表演 王建国这一场表现非常好 然后终于爆发了 第一个能演成这样非常棒 基本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开场 王建国这个场开得特别棒 因为他一上场演完了之后 我就感觉他有可能是第一名 他就是要用谐音稿 在这个心情梗的这个上面 开出新花来就特别好 建国我觉得他可能呈现了 这一季比赛里最好的表演 回到了那个舞台王者的风范 现在心情前左右的舒服 太高兴了 真的太高兴了 一切都是完美 内容也OK 然后我讲的 观众的反应也是理我的 就都很满足 我这起居的感觉回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